1931年第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匈牙利拼写主席吉盖斯特捐献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吉盖斯特杯。 作为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的最高奖杯。 1961年,这个杯上第一次刻上了一个中国女人的名字,秋中慧。 秋中慧乒乓球运动员 1961年,秋中慧夺得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 在这光辉的背后,是她为了荣誉和梦想而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冲刺。 中慧的背后,是她为了荣誉和梦想而发起的一次冲刺。 她拿了第二,女的拿了第一,成绩还应该说可以。 回忆起自己的职业生涯,秋中慧总是认为, 1952年,全国第一次乒乓球选拔赛,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当时的她,还是昆宁女医中的一名学生。 像我们那个女医中吧,也不太打乒乓球,体育科是别的内容。 但是呢,也有一两张乒乓球台。 有时候呢,我就偶然,我也去打几下。 后来我又在我们女中的当了体育部长。 那么1952年的时候呢,全国要举行乒乓球赛。 那么云南省,昆明市都要层层选拔代表, 到北京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选拔赛就。 1949年10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开始筹备。 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为大会提词,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制。 当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乒乓球部加入国际拼谈。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后举行的第一个大赛, 就是全国乒乓球选拔大赛。 那时候呢,同学就一个班推一个代表,比赛。 我说我好久都不打乒乓球,不行不行。 你总比我们会打一点。 我说我也选不上,那反正你还是参加选吧。 结果我就在我们昆明云南市打了个冠军。 那么就理所当然的是, 非要去重庆参加西南区的选拔赛了。 这样呢,我就跟我们云南省队的两个男的, 还有一个女的,我们一共四个人, 就到了重庆去参加了西南区的乒乓球选拔赛。 虽然秋中会非常痴迷打乒乓球, 但基本属于自娱自乐。 平时所面对的对手也仅限于一些同学。 因此,秋中会对自己能否脱颖而出, 并没有多少把握。 但从小就有着男孩子性格的秋中会, 也没有更多的顾虑。 在她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念头, 拼了。 我去哪里,我也没顾虑, 那天我们是晚上到了, 打了一天了,因为等不及我们, 我们去了就咪哩嘎嘎也就上去, 就跟他们打比赛。 我没顾虑,我也没思想负担, 我就想我也没准备要选上, 就没顾虑,叮里巴拉叮里巴就打。 结果打了个亚军。 秋中会敢打敢拼的作风和犀利的打法, 使在场的观众为之动容。 一个17岁的女学生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训练, 怎么会有如此的自信? 这个问题大概只有秋中会自己才知道。 小时候的秋中会常和男孩子一起摸鱼,爬树, 一会儿也闲不住。 而后来,他对这些游戏慢慢失去了兴趣, 开始被一个跳动的小银球所吸引。 我小时候是喜欢跟男孩子一起玩, 我喜欢男孩子玩的那些游戏, 什么爬树啊,打弹弓啊, 什么玩很多东西, 女孩子玩的我不太喜欢。 那么正好我们, 我小时候是我父亲是一个中学的校长, 我们家里住在学校里头, 那个中学里头就有两个很破的乒乓球台, 我小学放学回去呢, 就看着他们中学生打球, 就给他们捡球, 开始他们不让我给他打, 也觉得我太小也不会打, 后来给他们捡捡捡呢, 我就说让我打两, 让我打两下, 他们也就觉得, 既然老帮他们捡球, 就让我打打, 那后来我哥哥也拔着我手, 教教我打球。 就这样, 小秋中慧十岁时, 便懵懂地爱上了乒乓球, 他把所有的课余时间, 都用来打乒乓球, 在他的眼里, 世界只有乒乓球那么大。 1952年,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乒乓球选拔大赛的西南区赛场上, 秋中慧获得了西南区的第二名, 对于自己的成绩, 秋中慧多少有些感到惊讶, 就在他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 便得到通知, 自己被西南区选中, 送到北京参加全国比赛。 他选女子前四名, 但一二三四名肯定是就入选了, 这样我直接就跟着这个队, 西南队就到了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乒乓球选拔赛, 那当时是那个几个大行程期, 再加上一个铁道队, 就七个队, 打的全国比赛在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当时没有体育馆, 就在他们那个两个学校的大馆里头打的比赛。 这次全国乒乓球选拔赛的重要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选拔人才。 其中,女子选手中将选出前八名组成中国女子乒乓球集训队, 而初出茅庐的秋中会在去北京比赛以前并没有顾虑太多。 要选上了, 进入那个前四名呢, 就代表西南区到北京, 去参加全国的乒乓球选拔赛。 当时去的时候呢, 他们就说哎呀你去了可能选上回不来, 我说不可能, 我说根本你们什么时候看我打个乒乓球, 不可能我选不上, 我去打完就回来。 在北京, 来自六大行政区和铁路系统体鞋的选手正在等待秋中会。 在赛场上, 这位从彩云之男一直打到了紫禁城的女学生, 居然一路杀进了十六强。 但遗憾的是, 他还是没有能够进入前八强。 当时也没想到要选上, 也更没想到要出国, 也没想到什么都没想, 就是我就努力打呗, 也没思想过, 就比巴比巴拼, 就跟一个东北队的, 她是留日本的女的, 球打得很好, 也兴秋, 她是左挡右挡稳极了, 我就反手还不会, 就单面跳着巴巴巴打, 那场就打了五局, 当时我还是没有能正式进入前八强, 但是这是进前八的抢前八, 那我输给她了, 三别输给她, 很危险输给她了。 此时的秋中会知道自己输了, 但她并不感到失望, 因为她知道自己已经拼过了, 也真正地过足了一把乒乓影。 她虽然渴望能继续留在赛场, 但她知道, 中国乒乓球女子集训队, 只能留下八个人。 就在她收拾行囊, 准备要回家的时候, 事情却悄然发生了转机。 那场球至少全场都打完了, 所有的评委都看了这场球, 本来只留八个女的在北京继续, 八个里头再挑几个代表我们国家去新加坡比赛, 结果他们讨论她就说这个小孩要留下, 她虽然没打上前八, 但是她这拼啊, 她这个身体素质啊, 那么灵活也知道我是打乒乓球的, 打那个排球的, 说是有培养钱的, 还是把她留下来训练学, 所以女的就留了九个, 你把我留下了。 就这样, 邱中慧果敢的性格和敢拼的打法, 为她赢得了留在中国乒乓球集训队的机会, 她也被封为了后补国手。 这时候, 为了备战亚锦赛, 他们九个人开始了中国乒乓球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家队集训。 但不久, 从新加坡传来了拒绝签证的消息, 亚锦赛打成了, 队员们都被安排返回原地。 我们训练了一个月, 在当时的北京大学, 又没有机会。 训练了一个月, 本来是头发也烫了, 制装费也发了, 说要准备去了。 后来因为有蒋介石那个队, 他要去参加, 当时就中央的方式有蒋误我有我无蒋, 他们去我们就不去。 这样呢, 结果我谈说, 你这次不去了, 我们不去, 不去新加坡了, 国家队战士也不成立, 你呢就还先回昆明念试, 我说好啊。 如今, 七十有余的秋中会, 想起当时的那段往事, 依然刻骨铭心。 他说, 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场盛大赛事。 自小生活在云南的他, 原本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也不知道原来整个西南区的乒乓球水平 是那么的落后。 这场比赛是他开始真正, 励志于将此生奉献给乒乓球。 为了备战新加坡亚锦赛, 秋中会和其他八位女队友, 开始了中国乒乓球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家队集训。 但不久, 从新加坡传来了拒绝签证的消息, 亚锦赛打不成了, 队员们都被安排返回原地。 后来呢, 这个组上就考虑我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 在坐火车, 在坐轮船到重庆, 在坐几天的汽车回昆明, 一个人走, 太危险, 就是给我买飞机票。 哎呀, 我说飞机票多贵呀, 我说别给我买飞机票, 还给我买, 我坐轮船, 然后呢, 坐火车, 然后呢, 再从那坐汽车回昆明, 我还怎么来, 我还怎么回去, 他们说那不行, 太危险, 我说不危险, 我一个人能走, 能行。 要强的秋中慧, 此时心情非常复杂, 从失去到得到, 再到失去, 一切显得那么仓促, 来不及悲伤, 来不及忧郁。 秋中慧再次收拾好行囊, 他知道, 这一次, 他是要真的离开北京, 回到昆明, 然后逐渐远离心爱的乒乓球赛场了。 后来子专考虑来考虑, 只好有一人给我同路, 到武汉, 武汉以后就叫他们交代, 给我安排好, 交代船长什么什么, 这样, 我就一个人, 从北京就这样子, 就一个人回到昆明去了。 秋中慧回到昆明后, 他才发现, 自己是那么热爱乒乓球赛场, 曾经激荡的心灵, 久久不能平静。 为了逃出悲伤的阴影, 恰逢云南省成立体工大队, 以篮排足三个体育项目为主, 排球打得还算不错的秋中慧, 便用组织的安排进入了排球队。 和静明知道, 昆明就成立那个体工大队, 当时我的排球比比方就打得好, 成立了安排球队, 我就调到排球队, 打排球。 如果秋中慧从此练上排球, 中国不仅将失去一个世界冠军, 也许中国的第一个女子乒乓球世界冠军的荣誉, 又将推迟十年才能获得。 幸运的是, 就在这个时候, 国家队正式组建, 国家队主教练梁卓辉, 向西南区提委主任李孟华提出, 要带秋中慧到北京去。 打排球了, 后来呢, 打了几两三个月吧, 以后, 说北京来调令了, 说要调你去北京打乒乓球, 我觉得我乒乓球是很一般一般的, 还调去这个参加国家队集成, 我觉得有点, 有点这个太不配了, 我这个技术那么差, 后来说, 点了名, 调令都来了, 你就要去吧, 我说好, 服从组织, 又服从组织, 我就一个人又到了重庆, 到了重庆, 我记得是李孟华, 晚上见到我, 李孟华是后来是我们国家提委主任, 当时是西南区提委主任, 结果谈话, 说这个小鬼啊, 那个北京要调你去啊, 去打去啊, 你就可能就要留下长期打乒乓球了, 你愿意不愿意? 此时此刻, 秋中会面对自己又一次回到乒乓球赛场的机会, 他并没有显得过于兴奋, 而是异常冷静, 也许是怕再次失去, 也许又是什么别的原因, 秋中会这次的回答, 让西南区提委主任李孟华, 多少感到了一些意外, 开始我不是不愿意吗, 开始我说我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保证过, 因为女的只有六个人, 少一个人就打不成了拍球, 当时调一个人到专业队很难的, 家里都不同意, 我说我不回去, 他们五个人这个队就不成队了, 我说我保证过, 我绝对不当叛徒, 我说我要回去。 秋中会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这个理由有一定让人信任的成分, 但秋中会心里知道, 自己割舍不下乒乓球, 而且作为排球运动员, 他的个子矮了些, 作为终生职业, 乒乓球更适合他。 李孟华仿佛看透了秋中会的心事, 便耐心地对秋中会进行了劝解。 在北京打乒乓球, 跟你回云南打排球, 都是革命工作, 都是革命需要, 怎么叫叛徒? 你这个界限不对, 他说, 不说留下打乒乓球就是叛徒, 回去就是革命, 他说不对, 都是革命工作, 都是国家需要, 你就得留下, 国家需要你, 而且觉得你更应该打乒乓球。 结果谈了一个多小时, 这个道理, 后来说行, 我说既然都是革命需要, 那我就都服从革命需要, 服从主播需要, 那我就打乒乓球。 1952年, 国家队主教练梁卓辉, 向西南区提委主任李孟华提出, 要带秋中会到北京去, 也就在同时, 国家提委主任贺龙, 要求国家队去西南区, 打一场巡回表演赛, 作为西南区国家乒乓球队唯一的后补国手, 秋中会跟随国家队参加了比赛。 就这样, 秋中会自然而然地回到了国家队。 后来呢, 我就这样就去了北京了, 去了北京, 一去没想到, 一去了以后, 一直到了1957年, 我才第一次回昆明, 还是跟队一起去打行为表演。 当时我们去了, 也不知道要求要回家看一看, 也不知道要探金架, 根本没提过这种要求。 所以去了一直就在天津, 后来在北京就打球。 就这样, 秋中会来到了国家队。 1950年代, 中国乒乓球运动非常落后, 北京连一个像样的体育馆都没有。 秋中会随着国家队, 只能在天津租了块场地, 开始了训练。 这是租着人家的场地, 也不可能去。 有一段我们在天津练习租哪, 租倩业厂, 倩业厂就是一个大的百货大楼, 百货大楼的它周围是柜台, 中间正好有个控场, 我们没地方练了, 就去把中间的控场租下来, 摆两个球台, 弄上网子拦住, 就让顾客就不能进中心去去。 现在的国家乒乓球队拥有宽敞明亮的训练场所, 并且设施齐备, 训练相对逆风性强, 以此确保运动员们专心一致, 不受干扰地进行训练。 可1950年代初, 秋中会与国家队队友们 在百货大楼里租用的训练场地里训练, 周围围观的人很多, 这让秋中会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结果呢, 有一次我练成练成, 我突然感觉好笑, 我说他们那些周围的这个买, 买货的那个顾客, 趴在那个铁丝网的时候, 看着我们打球, 我说好像我们是老虎, 是狮子, 看我跳了跳起, 他们一直觉得很乐的, 我就听一下, 我就跟我对着说, 我说你觉得你的感觉怎么样, 他们现在这么看着我们, 你有什么感觉, 他说没什么感觉, 我说我有感觉, 我觉得他们看我们的眼光, 就好像看动物园的狮子猴死在耍把戏一样的, 他说是有点像, 是有点像。 时间久了, 这种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秋中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打球上, 当他和队友们打出漂亮球的时候, 观众的喝彩声也一次次响起, 秋中会发现, 这种环境反而模拟了真实的比赛环境, 增强了他的抗干扰能力, 他开始适应环境, 并激励着队友, 国家队成为了百货大楼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我每天练完都没车, 我们那儿训练局只有一张大叫车, 所以哪个队都不送, 都自己排着队, 走着走过几条街去训练, 那我说我应该是走着, 不是有时候特别是回来要困了累了, 都低头脑的, 我说像些打仗的败兵一样的, 多难看, 我就叫大家唱歌, 就起个音就唱, 熊九九起啊, 唱的有劲儿的歌, 不是有时候气大家还没睡, 也是来要走一走, 我说唱歌, 所以我们一去, 那些那一路住的老百姓和商店都知道, 这又来了, 这个队又来了, 又唱的错, 就是在现在很多人无法理解的训练条件下, 国家乒乓球队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这种情况在1955年, 北京体育馆兴建完毕后, 才得到了初步的改观, 但即使是这样, 当时的条件依然非常艰朴, 然后是55年以后, 才那个体育班, 才从, 体育班就是国家队的全身, 才从天津搬到北京, 因为当时北京没一条件, 搬过来之后说, 那个还没有这个艰术员住的地方, 训练地方呢, 也就是有个体育馆, 就北京体育馆, 刚修好55年底, 然后住哪儿就住那个工人, 盖完房子住的工棚, 他们住的工棚, 我们艰术员就住进去, 所以当年发大水, 我们一练续回去, 我们的箱子床全飘起来了, 当时就是那个条件, 条件很差的, 但是大家练的还是挺实际的。 1959年, 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 荣国团获得男子单打冠军的消息, 传到了国家乒乓球女子集训队, 中国没有世界冠军的历史结束, 与此同时, 国际拼联大会通过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中国举办的决议, 热血沸腾的秋中会和队友们, 开始向中国第一个女子世界冠军发起了冲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